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手动挡的车在开车的时候 尤其是在一些堵车的路段非常费力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在堵车的路段要经常换挡 然后踩离合就会非常的费力 在一些上坡路段的时候 手动挡也是需要控制好油门 而自动挡汽车其实对于一些新手司机来说是非常适合的 因为不需要去不停的换挡踩离合 虽然有时候会费一点油 但是相比于手动挡的费力来说还是比较好的 第二种买车很将就 有很多车主在买车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考虑好自己对于车的各方面需求 有买车的时候看见打折优惠的车就会想要去买 但是买完回来之后发现其实并不是自己真正想要的车型 买回来的车用的不舒服就会卖出 二手车的价格不用多说 车主得不成失 第三种 很多车主喜欢买顶配车 顶配车虽然配置很齐全 开起来很舒服 但是要考虑到自身的需求 要知道高配车如果专手卖出也是容易亏大钱的 而且配置与价格不相等 很多配置都能后期价装 最后一种情况就是低配车动力不足了 有很多车主买完低配车之后 会出现小牛拉大车的情况 要是一个家庭几口人坐车 买低配版的还可以 但是如果经常坐满人 还喜欢跑高速的话 就明显感觉到动力不足了 这个时候也会容易后悔 拉痰完毙 你可以 这是一个什么组合作是 这一个 recommendations